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分区在二月份的第二次的查经 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所采明的是一个对比 一个叫做地上的国民,一个叫做天上的国民 那这两种人的一个差别 首先保罗先提到说,弟兄们你要一同效法我 你要留意那些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保罗先提到一种人 叫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有几种的特征 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说 第一个,他们的结局他先告诉我们就是沉沦 表示说这样的人,他的结局是没有任何得救的可能 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 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的肚腹表示就是说 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肚子的需要 就是说好像是为了满足这个口腹之欲 当然呢,这个口腹之欲可以引申为各样的欲望 所以这样十字架仇敌的人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 他们很看重自己的欲望 以自己的欲望为他们生命的目标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是十字架的仇敌呢? 因为十字架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舍己 要牺牲 这个是十字架的精神 但是一个以自己欲望为自己的神的那个人呢 他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为己而不是舍己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形态 所以这一种的生活形态是完全以这个悲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形态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保罗就形容这样的人是十字架的仇敌 另外一个,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意思就是说他们活在罪恶的当中 那么他们享受那个罪中之乐 享受到的一个程度 甚至把这个罪粉饰成为好像是一件很尊贵很荣耀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看见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很多道德的败坏 我们看见很多不管是性的关系 不管是这个婚姻的关系的败坏 但是这一些不管是他在婚姻当中外遇有小三小四小五 或者说他有这样其他不当的这些性行为的这些人 他们常常是以为他们这样做好像是一种文明先进的一个象征 甚至我知道有些人他有这个小三小四小五 他还可以在朋友面前去炫耀 好像表示说他这样子是表示说他是有能力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扭曲 就是把以自己的这个羞辱反而把它当成荣耀 所以当一个人活在罪中活成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这种被罪扎心的感受 反而以自己犯罪作为洋洋自得的这个功劳的时候 这样的人的结局一定是沉沦的 那么第三个他是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表示说他们完全不愿意去思想这些属灵的事情 他们只是为了在地上过活 为了在地上有更好的成就地位名声 他们所想的整个脑袋都是这些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人呢 被保罗所定位成为十字架的仇敌 但是呢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就不能继续活在这一种生活形态的当中 所以保罗在二十节他就提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那天上的国民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当然他首先提到我们要等候救主 这边提到了一个是主权的不同 地上的国民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他们的度负就是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可能地上的很多事情是他们的主人 但是对于天上的国民 我们的主人就是主耶稣 我们的主人就是上帝 这个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转换 那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是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主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形态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肯定会有所不同 那么另外他还是 就是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 要按着他 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 那天上的国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拥有那个盼望 因为天上的国民 虽然是天上的这个身份 但是他还是活在这个地上的当中 那么其实在这个活在地上 我们次必就会经历 跟其他活在地上的人一样 我们会经历苦难 那你说像最近这个肺炎的问题 那基督徒也是跟肺基督徒一样 因为会受到传染 我们会经历这些苦难的问题 那同样的我们坚持信仰 我们也会遭受到一些的逼迫 所以呢 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难在这个地上 继续去坚持我们天上国民的那个身份 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 向我们宣告上帝对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 是有应许的 虽然我们已经得救 但我们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得赎 但是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就应许我们我们这样悲贱的身体 就会转变成为荣耀的身体 那么到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会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也许在地上 我们看起来好像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也会死 我们好像这个人的身体是很脆弱的 但是我们所朝向的目标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以自己的度负为他的目标 以地上为目标 那他就会永远活在悲贱 最后进入到这个尘土的当中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以神的国为目标 以天上的事情为念 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一样这个身体是悲贱的 是会衰残的 但是最后我们有一个盼望 那个悲贱必定会转变成为荣耀 那个朽坏的身体必定要转变成为不朽坏的身体 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 所以九主帮助我们 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天上的国民 那么既然是如此 我们如何在地上能够活出这样天上国民的那个尊贵 那一个自信 那一个在主面前那个喜乐跟恩典 那其实这个是有赖于我们在每天当中去追求去反省 按着圣经的话语去行 那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在这地上 能够为主做更荣美的见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点一下查经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更多去讨论一下 天上的国民在这个地上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生活呢 所以愿神赐福给大家